为了协助高中职毕业的特教学生 让他们学习一技之长 也减轻家庭的负担 基隆市政府携手崇幼影艺科技大学 合作推动希望学院 9月将先推出烘焙课 特别邀请世界面包冠军 陈永信师傅担任课程讲师 市长谢果良在直播时 也感谢一起推动希望学院的 产学合作各单位 我们在这边感谢我们 这个世界面包冠军的 陈永信大师 还有以及阿末的这个蛋糕的品牌 跟我们共同合作 来打造这个特教大学希望学院 让这些从基隆特殊学校 以及特教班毕业的高中孩子们之后 其实就可以还是有更多的职业 生活还有就是安排 可以让他们进入社会更稳定的一个体系 他可以有一个职业试探的过程 然后有一个跟社会互动的过程 那一技之长是家长们最希望的 他希望孩子未来可以自己自足 然后自己在社会上能够有一个记忆 另外一个部分是即便还没有学到记忆 他也可以先继续他的社会互动或社会学习 那烘焙它的过程很有趣 从前面的 我们目前有一个很具体的烘焙教室 从前面的面包制作 甚至到后面的包装 然后从面包到蛋糕 不同的点心都会在这边学习到 那一共是72个小时 社会上有很多地方希望我们去关注 我们除了办学以外 工艺团体还有很多的面向 我们都会各方面去触及 那我想说一些曼菲的天使来这边 学了多一技之长 多一个职业的选择 这两个都是社会所的签证 我是大概从八年前 然后等到这个世界面包冠军之后 那我第一个想法就是 除了本身的技术的精进之外 我想要做些社会的贡献 那我就想到第一个我的家乡基隆 那在学校的支持下 还有林董事长的这个推荐下 那我们在八年前就开始成立这个烘焙榜 那很开心那这几年啊 就是我们栽培了无数的一些烘焙学子 那这一次啊跟基隆市政府 像杨树长的这样支持下这种政策啊 我们推出这个希望学院 那我觉得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 教学的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开始 那课程啊我们为期是七十二个小时 那每周大概是两天 那针对这些学子啊 我们还是会可能就是先了解他们的一些状况 然后开始做一些可能基础的一些教学 譬如说最简单的 诶 武丁怎么做奶酪怎么做 因为我记得我现在我在学烘焙的时候 都是从最简单的开始学习 那除了教之外 我也希望用场子内让他们自己做 因为有时候透过在制作的时候 他们会增加执行性 我们只要是本市市民在高中职毕业两年内 而且他领有身心障碍相关的证明文件 都可以来免费参加我们这个课程 我们除了扩大讲师的来源 我们也会投入资源来聘请助教 或是学生特教助理员 以及具有辅导跟特教专场的行政助理 一同来加入这个课程的一个支持团队 随时提供我们这些特教孩子们 就是这些学员们必要的协助 我们也提供交通接送的服务 希望让家长们让孩子来参加这个课程 能够达到绝对的安心 而且我相信我们在从幼的一个鼎立协助之下 我们也会营造一个非常安全舒适的一个学习环境 我是以家长的心声 我也很感谢市长从推出这个理念 也已经达到我们家长所想要的目标 然后也希望说在此 帮我们这些特教家长跟市长说声谢谢 也让我们家长也有喘息的空间 那孩子未来也有一个发展的空间 那时候我们就听到非常多的家长的声音 他们希望他们小孩子毕业后怎么办 所以希望学院的催生是来自于三大目标 第一个是他们毕业的进入 第二个是他们家长的喘息时间 第三个如何延续他们的私信洋产 特教学校的校长和家长会代表 都相当感谢市长谢国良 看到特教生的需求 帮助特教生进一步学习自力更生 市府也将透过多元的产观学合作 来协助高中职毕业的特教学生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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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